全球現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超過三個月 目前火力集中在頓巴斯地區 網路就流傳了一段影片 是俄軍再次使用了日內瓦公約 明文禁止的真空彈 這種武器能夠瞬間對敵軍的肺部造成嚴重傷害 地面接連爆炸 巨大火球發出巨大的衝擊波 俄羅斯再不使用炸彈支付真空彈 轟炸烏東的一處烏軍據點 威力相當於44噸的TNT炸藥 可以瞬間的蒸發人體 把方圓300公尺內的所有物體燒成灰燼 俄羅斯在13週的戰爭當中 已經使用了60%的高精準武器 丹麥也向烏軍提供了魚叉反艦導彈 除了能夠攻擋水面目標之外 也能夠打擊地面目標 俄羅斯也沒再怕 國防部釋出伊斯坎德爾導彈發射影片 最遠射程約483公里 精確襲擊無法攔截 俄軍攻擊烏東城鎮多達40多個 而且持續地發動攻勢 目的是要完全拿下 盾內斯克以及盧桿斯克兩周 俄軍已經攻佔了盧桿斯克 95%的領土 而目前有4萬名的居民不願撤離 第一次有兩人死亡 然後他們在盧桑裡吃了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普丁身邊的保鏢人數也大幅增加 幾乎沒有人能夠靠近他 甚至有船員說他安排了替身出席活動 事實上自從普丁掌權以來 他已經逃過了至少5次的暗殺 其中一次還有40公斤的炸彈 插點在他身邊引爆 最後幸運逃過一劫 記者綜合報導 丹麥和美國提供了烏克蘭新的武器 叫做魚叉飛彈 加上先前莫斯科號沉默事件 外界就有聲音認為現在有了魚叉飛彈 烏克蘭一定可以打敗俄羅斯黑海艦隊突破封鎖 對此前立委郭正亮表示 魚叉飛彈它是一種短程飛彈 射程只有110公里 俄羅斯黑海艦隊有潛艇 那麼光是靠魚叉飛彈恐怕是行不同的 現在只是說黑海艦隊封鎖住了 那個烏克蘭的糧食要運出去 对 那我們假設有貨輪 那載了糧食想要強行出關好不好 你魚叉飛彈怎麼幫他 嗯 你魚叉飛彈是移動式的嘛 所以不容易 你如果是裝在暗機 那俄羅斯飛彈就直接給你轟掉 是啊 因為我可以打得到你 打不到我啊 那你如果是移動式的 假設你有貨車嘛 魚叉飛彈有移動式的 那你移動式的人幫那個貨輪什麼忙 對啊 因為你要幫的忙是要幫他把糧食運出去嘛 是 就是要趕走黑海艦隊嘛 並沒有要發生海戰嘛 俄羅斯沒有要攻打奧德薩 所以我今天看到蘋果寫了文章 我就說你是在幹嘛 你這記者有 你這記者到底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啊 那蘋果說 魚叉飛彈可以直接摧毀俄羅斯黑海艦隊 我跟你講大家都這樣寫 我說你有沒有sense啊 魚叉飛彈可以射多遠 人家黑海艦隊在克林米亞 那個Servistobo 就是Servistobo那個城市 距離三百公里 你是要怎麼打 他是在魚叉的攻擊範圍之外 射程之外 而且距離很遠啊 是 我就在做這件事 黑海艦隊還有潛艇 潛艇你怎麼瞄準啊 他們是把這個事情跟之前 包含莫斯科號 包含另外一艘這個大型比較大的這個艦艇 還有另外三艘的這個小型艦艇 說現在已經有五艘艦艇沉沒 被烏克蘭擊沉 然後這個23號嘛 奧斯汀美國國防部長說 我告訴你們23號 丹麥已經在給他們魚叉了 這絕對是個秘密武器啊 因此大家都開始腦補 哎呀 沒有魚叉都可以擊毀 莫斯科號都可以擊毀這個 黑海艦隊的五艘這個船艦 那現在有了魚叉飛彈肯定突破 無敵黑海艦隊的封鎖 然後就可以讓糧食出去 就把俄羅斯趕出黑海 他們這個腦補的內容是這樣 是從原本已經擊毀五艘 擊沉五艘船艦開始 去進行腦補的工作 莫斯科號被擊沉 是因為他沒有料到有人要打他嘛 所以他就距離奧德薩很近嘛 所以才被打到啊 對不對 當然魚叉比那個打莫斯科號 那個導彈要精密得多啦 這個我同意啦 而且他可以跟美國的衛星系統做鏈接嘛 也比較精密這個我也同意啊 問題是你射程就是這樣 你射程最多就是一百一十公里 而且我不知道他給烏克蘭的是哪一種 比如說我們台灣買的 大概只有八十公里 對 他其實有很多不同型號 那不曉得丹麥用的是哪一種啊 對 因為是丹麥給的嘛 因為我們台灣主要是要打過 台海中線的登陸船嘛 登陸艦嘛 他也不讓我們打遠啊 他就說啊 台海大概就是一百六十到兩百公里 不能讓你打太遠 你打到福建去 那是四十大條 所以他是針對過了中線之後的軍艦 才讓你打嘛 也是暗機的嘛 有一些可能也是移動的嘛 那就是這樣啊 所以美國在設計各種武器可以用在哪裡 他是算得很精準的啦 你要摧毀黑海艦隊 紫瓶魚叉飛彈 你不要笑死人了啦 而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突破旅遊封鎖線呢 全球自由型大解封 目前已經多達了57個國家跟地區 取消入境要求 換句話說不用打疫苗也不用隔離 日本把台灣列為第一風險藍區 從6月10號開始入境日本 不用隔離也可以不用打疫苗 但是日本席目前只開放的是團客 但台灣的禁團令還沒有解除 換句話說你是看得到 但是玩不到日本 不管是晴空塔 東京鐵塔 還是不約成歌舞伎丁 看了都讓人好心動 外國觀光客人了兩年 終於有機會再踏入日本 日本首相宣布6月10號將開放外國旅客入境觀光 包括了台灣和大陸 南韓 泰國 即美國 加拿大和英國等 98國和地區都被列入低風險的藍區 可想免檢疫 免隔離 就連沒打疫苗也能去 而中風險的黃區 例如北韓和印度 打三季入境才能免檢免隔 據高風險紅區 仍要簡易隔離 如此好康 台灣民眾只能乾瞪眼 因為目前日本只開放旅行團 但台灣禁團令尚未解除 根本無法組團旅行 兩方明顯相違背 加上回台灣還要關七天 讓網友抱怨 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全球自由行大解封 英國 瑞典 比利時等57國和地區 早已取消入境要求 無需打疫苗或隔離 希臘甚至推出了暑假模式 暫停了入境檢疫規則 直到秋季 而今年夏天 甚至被評為時尚最繁忙季節 機票和飯店的價格 都已標出新高度 記者綜合報導 強尼大夫跟安伯赫德的官司 現在進入了終極之戰 那麼隨著強尼大夫的超強律師 狂丟安伯赫德 讓安伯的說辭似 似乎是漏洞百出之外 現在外界對於強尼大夫的聲浪 支持聲浪可以說是越來越高 累撒法庭 安伯在結辯的前一天 不但語色哽咽 表情相當不安 說自己從開庭以來受盡委屈 甚至受到死亡威脅 安伯 委屈表示只希望強尼 離她遠一點 面對安伯眼淚攻勢 強尼大夫也有備而來 她請出當年報導 酒瓶削斷手指故事的人 這位站立滿點的 美國八卦媒體TMZ 前狗仔出庭作證 請問這幾十分鐘 你也歡迎在討論 我可以說同樣的事情 把安伯赫德 作為你的客戶 你覺得有點討論 神回應讓安伯律師傻眼 整個法庭都爆笑出聲 強尼和律師甚至對看一眼 似乎對摩根的表現 感到滿意 除了狗仔 強尼也請出前女友 隱心凱特摩斯 來揭穿安伯說她家暴的指控 面對強尼團隊攻勢 安伯陣營開始著急 甚至拿強尼的開庭提神小物 塗鴉本和小熊軟糖開刀 找來精神病學專家作證 想指控強尼有自戀型人格 強尼瀟灑離去 展現巨星風采 這場全球最知名的法庭證人 石金秀走向終局之戰 最後階段 雙方律師究竟還會使出 什麼樣的招數 全球持續關注 記者蔡新成報導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 從前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 迷你的水神烏滑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 來買送水神一舉兩得